上周日晚 迎2019潮音发布业火热来袭 爱豆与艺术家们跨界合作 用极致的舞美 AR特效 装置艺术等潮流元素 又一次在酷炫的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了 目不暇接的酷炫演出 台上如此精彩 台下也是亮点满满 在后台的采访中 大家的爱豆们就跟我们分享了 科技感舞台 带给他们的新鲜和震撼 都聊到手无主导神魔坊了可还行 我觉得这是科技感 跟音乐相结合的一个party 特别炫酷 对 机械臂加分 刚开始有被他吓到 对 因为他会这样伸脖子 对 为什么我才刚刚就要看他的主币 然后我就 都挺平安的 就是我们中间有一段是跟那个机械臂 就是有 互动 互动 然后他们跳完之后 然后我们才在休息的时候 我们学那个机械臂 来来来学了最像那几位魔法 对 WO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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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次的银的slogan是开火100小时 现实狂欢月后集粉 对于这个概念 大家也开始爆料起了自己最想月后集粉的内容 微博朋友圈自拍照方向都差不多 区别只在于有没有集粉的行动力 一旦接受了台上光芒四射的明星台下爱自黑这个设定后 我们又发现了火箭少女101吐槽不停歇的路子 聊到团宗横冲直撞20岁怕观众辣眼睛 还催记者快点采访完好让他们去看节目 小姐姐们都这么接地气的吗 一会儿要去看了 我们打算大家约在一个小小房间里面 然后关灯然后就坐在那里看 姐姐还有几个问题 其实都拒绝了 真的都拒绝了 因为说到旅行大家都是想美美的 对 对 这次的团宗所有的真的是很真实 很写实 像这个后期滤镜可以稍微的 不可能我刚才已经看完了 大家在看完 我不用说我们要去看辣的眼睛 那个 那个脸 那个臉 好笑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火箭少女101 吟2019朝音发布业 仅在腾讯视频上线100小时 1月18日0点 我们的演书就要 月后疾粉了 快来为我们线上打call吧 弹幕留言 留言你最想越厚几分的卦